我出生卑微 但不卑贱 我天生胆巧 但不笑笑 我不爱读书 但从不认输 我不想学乌 但短修商务 我虽不专一 但不抛弃 我缺少豪气 但讲义气 我不是英雄 但谁是英雄 我不是天明 但这是天意 欠你姻缘一生子 发泪血龙一肚子 旧肉朋友一桌子 兄弟姐妹 一家庭 一月一生子 发泪血龙一桌子 旧肉朋友一桌子 兄弟姐妹一哥 我出生卑微 但不卑贱 我天生胆巧 但不笑笑 我不爱读书 但从不认输 我不想学乌 但短修商务 我虽不专一 但不抛弃 我缺少豪气 但讲义气 我不是英雄 但谁是英雄 我不是天明 但这是天意 万世流放一悬子 千古遗憾一步子 共鸣富贵一阵子 每尘如花 一辈子 万世流放一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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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哥俩就二一片做无 你看如何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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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 嗯 兄弟 嫌不够吗 不不不 我 我是没搞明白 这个 我是说 这一百万两 咱可俩平分了 每个人五十万两 五十万两 兄弟 兄弟 你是不是嫌不够啊 不不不 你要是嫌不够 咱们再合计一下 好吧 那这一百万两 你拿五十五 我拿四十五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 给我五十万两 这给的也太多了吧 不多不多不多 一点也不多呀 这样吧 那些跟来办差的 每个人都应该 给点好处啊 哥哥我呢 拿出五万两 给大家分分 兄弟啊 你再出五万两 给宫里头那些个妃子啊 还有管事太监 都给他们一点甜头 这样一来啊 就没人说闲话了呀 是是是 大哥您说的是啊 剩下那些杂事啊 包在哥哥身上了 回头啊 我到钱庄啊 换成小额的银票 兄弟啊 你戴在身上 又稳妥又方便 谁也不知道 你小小的年纪 进在京城 成了大财主了 老子就是每天吃满汉全席 这辈子也花不完 四十五万两银子 爷爷的 老子到扬州去看 十家丽丘丽下院 家家都比丽春园漂亮 百倍千倍 想想都美 兄弟啊 你看看啊 皇上要的那两本金书啊 那可是头等大事啊 是是是 还不赶紧给皇上乘上去 对对对 那兄弟我现在就去办 等着分析 是是是 去吧 去去去 小贵子 在敖拜家中 搜了多少家产 索大人初步点查 一共是一百三十五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 这混蛋 搜刮了那么多明纸明膏 一百三十万两 了不起啊 你爷爷的 你不知道吧 还有一个一字 被我二一天做五了 小鬼子 知道朕最痛恨什么吗 就是贪功无礼 皇上下到 儿臣给太后请安 奴才叩见太后 太后万福今安 起来吧 谢太后 太后 小柜子从敖拜府中 为您找到两本四十二张经 小柜子 小柜子 你可真能干 奴才都是做太后和皇上的红福 日出 在 带小柜子到后面屋里 拿一些蜜剑果子 本宫赏给他的 好的太后 谢太后 小柜子 一会儿你吃完果子之后 就先回去吧 我在这里陪太后用膳 不用你伺候了 这 奴才告退 贵公公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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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尝尝 待会儿想得高点 我就不吃了 走 走走 干什么呀 索大哥 偷偷摸摸的 我呀 把那四十五万两 都还成银票了 你拿着 用着方便呢 还是索大哥你想得周到 兄弟 这宫里头的那些个妃子们 管事太监们 大家都谢谢你了 你可别说你不知道 放心吧 索大哥 我会说一点小意思 不成敬意 以后请多多管招 好 那哥哥就去忙了 去吧 把银票收好了 放心吧 多谢索大哥 不谢 快吃 回来 快吃 如果 一定要回去告诉花姐 这回我发大财了 花姐 小宝现在在京城里当上了大官 做了很多很多的银仔 我想花姐了 我会找人去接你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快乐的玩耍 我想这些花姐应该能看得懂 嘿嘿嘿 这是你打赏给我的 你现在排场大了 一腰行就有人帮你把事情弄得妥妥当当 可我海公公的事 却一直到现在还没人搭理 公公 那四十二张经已经送去慈禀宫了 什么 皇上命我去抄敖拜的家 找四十二张经 说是太后特别交代的 敖拜家里 是啊 否则的话 我早上拿回来孝敬公公民了 这经书已经落入太后的手里 很好 公公 您别灰心 我这就去上厨房找找啊 回来 你胆大心细 聪明伶俐 学武虽然不肯努力 但如果是让我来雕筑雕筑的话 也算是可造之才 可惜 可惜 公公 可惜什么呀 你本来机缘挺好的 巴结上了皇上 本来嘛 完全可以有一番大的作为 你没静身 但要把你静了 也不是个大事 只不过是 迟了 迟了 公公 您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这时候也不早了 公公 您还是早点睡吧 睡吧 睡吧 以后有的是机会 早也睡 晚也睡 这睡着了 最好永远不行 也不会心口疼 也不会 咳得难受 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爷爷的老乌龟 您讲话怎么这么奇怪 我会已经知 小柜子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我家还有娘 公公 这些您不都知道吗 那你们福建话 看娘是怎么喊的 这这 公公 您为什么要问这个 你这臭小子 年纪轻轻的 就学得这么坏 你到底是像你爹 还是像你娘呢 那个毛十八 不是你的亲爹吧 想来也不是 要是我的孩子 失陷在皇宫之中 就算有天大的危险 我也一定会把他 救出来的 可惜啊 我没有像您 这么好的爹地 不过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您教过我功夫 就算我师父 也算我爹爹了 大秦拿手和千叶手 我没教权 你也没学会 这两门功夫 看来恐怕是你一生一世 也学不会了 这样吧 你吸一口气 按一按左边的小腹 看看怎么样 怎么会这样啊 挺有趣吧 小贵子 你是个大盲人 那饭菜送来的时候 我给你加了些料 这个汤 喝起来更有味道 你 你是个聪明人 不过 我从来不喝汤 你一点都不怀疑吗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我本来想让你再服三个月的毒 才放你出宫 到那时 你就会日夜不停地大痛 痛到你抓耳挠腮 痛到你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可惜 我身子快不行了 练功伤了筋脉 磕得这么厉害 怕是不成了 你这个 你这个千年老乌龟 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你 说 你是受了谁的指示 想这个计策来弄瞎我的眼睛 你要是给我老老实实说出来 我就给你解药 知识的人都有了 我怕我说出来杀你一大靠啊 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不是小贵子了 什么这个法子来害我 可惜啊 你也上了我的大 我上了你什么大大 我上了 汤里有毒 我第一天就知道了 我跟小玄的说 是他让我不肚生涩的 皇上知道了 皇上当然知道了 我假装喝汤 然后都拖到碗里了 反正你也看不见 你不说 你要是没喝汤的话 那肚子怎么会疼呢 谁说我疼了 我是假装疼演戏给你看的 请打手 快请打 老海贵 这几个月 怎么着又跟你削点东西吧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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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这小子中了我一张 应该死了才对 怎么不见了尸体 别出事 有此后就掐死你 小生回答我 你是谁 我 你是个小宫女是吗 是 深更半夜的在这里干什么 我 我在这里玩呢 还有谁在这里 没有 太后的寝宫在哪里 快带我去见她 公公 我求你 别告诉太后 我以后都不敢了 求我也没用 你不带我去的话 我立刻夹死你 好 我现在就带你去 走 外面是谁 奴才海大父 给您老人家请安来了 请安 怎么白天不来 这半夜三更的 成何体土 奴才有件机密的大事 要启禀太后 白天人多耿杂 怕被人听见了 不太妥当 有什么机密大事 你现在说吧 太后身边 没有旁人吗 奴才的话 可是机密得很呢 你要不要进来查查 你武功了得 我身边有没有人 难道你听不出来吗 奴才 不敢进太后的屋子 能否烦请太后圣驾 走出屋子 你可越来越大胆 这会儿又仗了谁的事 当敢放肆 太后 既然不想知道 那个人的消息 那么奴才走了 你有什么消息 武台山上的消息 武台山 你说什么 武台山上有一个人 是太后你很关心的 他去了武台山 他去武台山做什么 他在武台山的清凉寺中 清凉寺 主子是出家做了和尚 海朗龟的主子 那不就是早已 驾风的顺制也吗 原来皇上的爹没死 是去武台山出家做和尚 他怎么忍心呢 他一心一意 想念这狐妹子 早不出家 晚不出家 等到狐妹子死了才出家 江山社稷 祖宗七儿 在他心中 也挤不上 胡妹子 一根寒毛啊 主子已经看破红尘 已然大彻大悟 万里江山 儿女情长 主子说 都已经是过眼云烟 全都不在挂念 他既然大彻大悟 叫你回宫中 做什么 主子的心中 就还有一个遗团 还没有解开 什么遗团 太后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董卧妃 死得不明不白 狐妹子 已遭到天前 下了地狱 董卧妃归天之后 奴才应该称她 为端竞皇后 那端竞皇后的语录 奴才应该带在身上 太后要不要看一看 主子要我回来 调查一件命案 结果我查到四件命案 原来不止端竞皇后 死于非命 她所生的皇子 荣亲王 小孩子刚生下来不到四个月 养不活 是常有的事 还有端竞皇后的妹妹 真妃娘娘和荣亲王 他们都是死于非命 下次毒手的人 一定会是宫中的一位武功高手 奴才冒死前来请问太后 那位武功高手是谁 你去查出来不就得了吗 奴才无疑之中 奴才无疑之中 得知皇上会武功 无论奴才怎么教小贡献 可皇上的武功 总是胖身上会是八卦油龙掌 他的师父 想必是位掌法高手 你的心机很深啊 你教小贵子武功 原来就是要找出皇上的师父 原来小玄子的亲娘 是被人害死的 难道杀死这些人的 就是太后 这小子是个阴毒的坏蛋 卢才的这张眼睛 就是被他毒瞎的 要不是为了留他 调查这件事情 岂能容他到今天 小贵子真乖啊 毒瞎你双眼 好得很 妙得很 明天本宫 就要好好地赏他 太后若是下旨 将他厚葬的话 那小贵子在阴间 必定会感谢太后 您的红恩 你杀了他呀 他把你照顾得这么好 你还能下得去手 你真是狠心哪 哪能跟您太后相比 奴才我查到 那端庆皇后 他们四人大恋之时 全身骨骼寸断 就连头盖骨都成为碎片 这门杀人的功夫 叫做化骨绵掌 太后你可知道 宫中有谁会有这门功夫 我怎么知道 主子亲笔写了上誉给我 要我查到这个凶手 将他就地正伐 既然太后不知道 凶手是谁 那奴才告辞了 你上哪儿了 奴才我查不到凶手 主子交代的事情 奴才也办不成了 我想这件事 只有等皇上来亲自处理了 皇上拿下敖拜 手段英明得很 皇上的亲生母亲被人所害 皇上一定会为他血缘 害大父 你刚才胡说八道的话 可跟皇上提过 那我猜我迫不及待 先来禀告给太后 这就去禀告皇上 皇上 太后 您终于出手了 奴才我心中的谜底 终于解开了 凶手果然是您太后老人家 装神怒鬼 你以少林派的武功 来叫小贵子 原来是空头派的 不敢 不敢 彼此彼此 太后以武当派的功夫教皇上 不也是想让奴才我上当吗 太后可要保重身体 可别动了 静脉 事到如今 你还想活过今晚吗 太后说得好 提醒得对 那 花武绵长是舍道的上乘武功 奴才武功很低位 恐怕不是太后您的对手 奴才 这就去并告皇上 看她的死者 这也就是 那是 这也就是 想让你 主人所相无用的 宅仆时或是 你怎么可以化解我的华谷棉杖 你的华谷棉杖上不了我的身 全被我的阴一阳掌力无光了 你用的是什么邪门功夫 几年前 我才知道东岳飞死于华谷棉杖 就甘冒其前 专门 却会一套克制华谷棉杖的功阴阳魔 原来你把钢珠弹起来的功夫 就是阴阳魔 没错 想必你已经派人来领教过了吧 这是主子的赏誉 让奴才将凶手就地正发 得罪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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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力已经快耗尽了 看你还能怎么办 你 你没能进过我们 别忘了你也受了伤 我待会儿 不管他俩谁死谁活 都会把我给杀了的 太后 你已经游进灯空 再过一炷香的功夫 你就会精力消洁而死 除非这是有人 在我背后蒙刺一刀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同归于尽 小贵子 趁他没有看到 你快点杀了他 小贵子 你知道太多的秘密了 太后一定会杀了你 你听我的话 马上去杀了他 我跟顺志爷讲 让他下旨给皇上 赏你做大官 什么顺志爷还活着 都是废话 我也被他骗了 皇上驾崩 难道还是假的吗 他能给你什么 我可以给你荣华富贵 小贵子 他连皇上的亲娘都敢杀 杀了你又怎么样 而且你的全身骨头都会碎掉 你马上去杀了他 我立刻去武财山复命 不再为难你了 你和皇上是好朋友 如果我杀了你 皇上跟我要人怎么办 只有你嘴巴紧 我一定会重用你的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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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也会死的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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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重用你的 杀了他 杀了他 快去杀了他 杀了他 快去杀了他 杀了他 快去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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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狗狗 我我我我 我不是故意的 小狗狗狗 小狗狗 海狗狗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杀你的 站住 我们回去 小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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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哎呀 怎么又四个太监死在这儿了 是 快快快快 哎呀 还有上山剑的海公公 海公公 启奏太后 园中出事情了 太后万福今安 出了什么事 回太后 好像是太监打架 请太后安心 奴才明儿查明来了 再来禀报 都退下 折 退下 都退下 小贵子 你过来 来了 太后 刚才你被海公公 激了一场 一点事都没有 除了他 教你武功之外 你还跟谁学了 回太后的话 只有海公公 只有那只老乌龟 教过我几个月武功 不过他教的 多半都是假的 海公公的眼睛 是你弄瞎的吗 回太后 那只老乌龟 整天的上山剑里 说一些对太后 您大不敬的话 小贵子实在是 忍受不了了 便在他每日 吃的药里面 多加了点分量 他吃着吃着 吃着吃着 前阵子 本宫传你来问话 你还胡说八道的 编故事 替海公公掩饰恶行 现在又说为了本宫 弄瞎他的眼睛 回太后 那只老乌龟 今日突然要杀我 小贵子实在没有办法 再替他隐瞒下去了 他为什么突然要杀你 回太后 是 是为了白天那两本 四十二张经啊 他知道 这两本经书 被我送到了 太后您这里来了 所以就 海公公跟你提过那本经书 回太后 那老乌龟 眼睛看不见 虽然我到处 寻找那两本经书 可是小贵子没本事 一直找不到 没想到 竟然在 豪拜的府里 找到了那两本 所以 全都送到太后 您这里来了 好 好的很 小贵子 你要老老实实的 回本宫的话 海大父 他说的话 全都听进去了吗 回太后 小贵子一句都没有听到啊 你是个聪明人 今天海大父 说的话 你真的没听清也好 假的没听清也好 只要日后 有半句风言风语 传到本宫的人中 你就会知道后果了 是 今日 那次老乌龟 想杀小贵子 行得太后相救 奴才真的 是万分感情啊 从今以后 你要好好伺候本宫 凡事要知好歹 必有重伤 奴才 多谢太后 太后 万福今恩 退下 下 爱 你 过 被迅远 温身是伤 还温身又臭又脏 我以为我为小宝 福大命大 原来全靠这件宝衣啊 这哪瓶算是解药啊 这 这瓶药 你认识他 他不认识你 化石粉 这些药我都不认识 便没有毒发神王 就先吃错药死翘翘了 算了算了算了 既然得了四十五万两横财 见好就输吧 老子只管回扬州 好吃好睡 海公公小贵子 你们也好生安息吧 我为小宝虽不是英雄好汉 他也不是什么无耻小人 好歹 也该给小贵子和海公公 上几炷箱吧 小贵子 你虽说是我弄死的 可我当时 也是行事所逼 情非得已 你就 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吧 我为小宝保佑你 下辈子投胎 去个大户人家 每天有吃有喝有银子花 就别再回这宫中 当什么鸟太监了 小贵子 你让一下吧 海公公 你虽说不是我弄死的 可是你眼珠子 是我弄瞎的 咱们俩相处这几个月 你待我还不错 天天管我吃 管我住 还教武功招数 我蹲茶地药 也操入你不少日子 你虚心假意 日下要害我 我装模作样 天天胡说骗你 咱俩是互不相欠 恩怨一笔勾销了 海公公 你要是变成厉鬼报仇 你就去慈宁宫啊 我少两个眼珠子给你 你别跑错了方向啊 我少两个眼珠子 我少两个眼珠子 你 paved chemical mill 我少两个眼珠子 你去浪费 我少两个眼珠子 给说是爱 想咱们 混血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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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